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夕, 现届和历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一行人6月21号前往多个抗日史记, 包括乌娇腾烈士纪念园以及抗日纪念馆的罗家大乌, 学习抗日事迹,缅怀抗日英烈。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表示, 抗日英烈在抗日战争时期保卫国家和香港的英勇行为值得尊重和学习, 他们缅怀抗日英烈过去所做出的贡献, 他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习英烈们的精神。 把自己的生命也牺牲了, 所以今天我们缅怀他们过去所做的贡献,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习他们的精神。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范徐利泰表示, 大家要以史为鉴, 希望这段血泪史不断在大家心里发酵, 激励人们努力向前奋斗到底。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以史为鉴, 这个是香港当年一个月血来抗日, 这一种的历史必须要我们知道, 我们下一代也要知道, 因为中国人给人家欺负了很多年, 香港人也是中国人, 我们也一样的跟大陆的人一样给日本人欺负, 所以这一定要来看, 看了之后就心中留下这一段的血泪史, 就不断的在我们心里面发酵, 让我们努力向前奋斗到底。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表示,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大部分队员都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他们保家卫国的这段历史毋庸置疑, 今年正值中共建党一百周年, 参观实际更具意义, 这是最好的国民教育。 香港各界的朋友, 包括很多青年界别都来瞻仰啊, 拜祭我们的抗日英烈纪念碑, 那么这段历史呢, 而且这些活动呢, 令到我们非常感动, 也非常鼓舞, 感动的就是三年零八个月的时候, 香港沦陷的时候, 只有中国共产党带领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 里边大部分都是当时香港土生土长的热血青年, 大家保家卫国救民族, 这段历史是可歌可泣, 而且无容置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